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美国总统川普于6月15日正式宣布 将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并表示若中共报复 将额外对其他商品征税 路透消息 川普政府的第二轮1000亿征试清单已接近完成 中共商务部已作出回应称 将与以同等规模报复 同时废除此前所有达成的贸易协议 在美国即将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 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之际 路透社报道说 美国已即将拟定完成第二份 锁定价值1000亿美元进口商品的关税清单 三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 对路透社说 这份更大规模的关税清单 也将首先经过征求公众反应的程序 这意味至少仍需60天才能生效 其中一名接近商务部长罗斯的人表示 要锁定价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品 就会触及消费品 为了尽可能减少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受到的冲击 第二份关税清单的对象将选择美国 能从其他国家获得的替代进口产品 川普总统已决定批准 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 输美商品加征25%的关税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办公室 最早将于星期五公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说 中国会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星期五美国股指期货有所下跌 道琼斯期货下跌0.49% 标普期货下跌0.39% 川普周五十五日宣布 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25%关税 以惩罚中共盗用知识产权 技术以及其他不公平的贸易政策 川普还警告 如果中共采取报复措施 对美国的农产品及其他产品征税 美国将征收额外的关税 随后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发表声明 具体阐述了对中国进口商品征税的细节 该征税产品的清单涵盖1102个项目 总价值大约500亿美元 声明还说 征税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对818个 总价值340亿美元的项目征税 征税时间是7月6日开始 第二步是对284个 总价值160亿美元的商品征税 这部分商品将接受公众审核 征税措施可能在稍后的日期生效 消息公布后 中共商务部回应称 中方将立即出台同等规模 同等力度的征税措施 双方此前磋商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 将同时失效 美方当初公布该500亿清单时 中方随即出台了同样价值的报复计划 准备针对美国大豆 飞机和汽车等商品征税 并声称只要美方启动征税计划 中方也立即报复 不过 中方周五并没有立即启动该报复征税计划 估计中方要么是还在犹豫 要么是需要对报复清单有所调整 据此前美媒消息 美方放声中兴通讯的条件之一是 中方不再对美国农产品征税 上月中旬 中方已经终止了针对美国高粱的反倾销调查 路透社周五消息 美国政府已经接近完成 对价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的第二份清单 这份清单与500亿美元商品清单一样 都要征询公众意见和进行听证 可能需要60天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开始实施 美媒消息 除了周五要公布的针对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税清单外 川普政府已接近完成第二轮1000亿征税清单 路透社周五6月15日消息 美国准备当天宣布的500亿美元商品清单 只是川普实施大幅征税计划的一部分 报道引述三位了解川普征税计划想法的消息人士透露 美国政府已经接近完成 对价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的第二份清单 这份清单与500亿美元商品清单一样 都要征询公众意见和进行听证 可能需要60天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开始实施 一位听取了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简报的人士对路透透露 罗斯表示 这份清单将把锁定个别商品类别中 主要针对中国供应在美国总进口感比33%以下的商品 使美国更加容易从其他国家寻找替代产品 美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新闻官员 拒绝就这份关税清单计划置评 华尔街日报消息 川普政府周五将公布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试最终清单 该清单和最初公布的清单相比会有所调整 美方最初公布该清单时 中方随即出台了同样价值的报复计划 准备针对美国大豆 飞机和汽车等商品征税 美方如果最终实施该征试清单 外界担心会导致中方报复 引发贸易战 中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在北京 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晤时表示 双方面临两个选择 一是合作和双赢 一是对抗并双输 并称中方已准备好第二种选择 不过 14日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若美国开始征税 中方是否准备好应对贸易战时 发言人回避了贸易战字眼 称中方一贯主张合作共赢 并重申了第三轮中美贸易谈判后 中方威胁会废弃所有谈判成果的声明 而没有再提及北京的关税报复措施 事实上 自白宫5月29日声明重启该关税计划后 中共官方就没有再提中方的500亿美元关税报复计划 美国之音曾报道 中共官媒近期已经刻意降低了 与美国决一死战的调子 苹果日报称 中方谈判代表刘鹤认为 中共打贸易战必输 会引发经济崩溃 美媒总结了中共近期官方智库有关贸易战的意见 认为中方可能会边打边退 争取用最少的让步换取美国停战 但是中共可能有两大底线 一个是台湾问题 一个是中国制造2025 目前 中共在关税 知智产权 开放市场等各个方面都或多或少出台了让步措施 但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似乎仍无妥协迹象 美媒消息 美国将要出台的500亿征税清单中 会新加入一些高科技产品 或与中国制造2025有关 美方认为 中共政府对中国制造2025高科技产业的支持和补贴 会将其他国家的相关产业置于不公平竞争的境地 另外 中共企图领航高科技领域 引领欧美等国担忧本国的资讯安全和国家安全 日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中共高官 习对蓬佩奥表示 他愿与美国总统川普维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亲密的个人友谊 在中美关系上 能够及时交换意见 蓬佩奥在川金会后 陆续访问韩国首尔与中国 14日他在北京会见了习近平 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等人 这是蓬佩奥就任国务卿以来 对中国进行的首次访问 蓬佩奥与王毅举行联合记者会时指出 双方就朝鲜制裁议题谈了许久 中方重申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的制裁 蓬佩奥说 只有在朝鲜完全去核化之后 才会解除制裁 他还说 关于去核化的速度 美中双方都认为需要尽可能尽快进行 以达成结果 并在适当的时候提供安全保证 习近平说 对蓬佩奥就此次美朝首脑会谈的通报信息感兴趣 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 习近平与蓬佩奥会谈前短暂发言 他愿与美国总统川普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 还有亲密的个人友谊 习近平强调 他与川普就中美关系能及时交换意见 中美之间有很好的对话机制 应该充分利用 蓬佩奥对习近平说 川普也很重视与习近平之间的亲密关系 以及两国之间的关系 蓬佩奥还祝福习近平生日快乐 习近平的生日是6月15日 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上 川普也一再提到他跟习近平的友好关系 并对川金会的顺利召开 还向习近平表示感谢 不过川普表示 尽管他跟习近平私交很好 但是在中美贸易问题上 两国还要进行坚普的谈判 川普还暗示将继续对华强硬路线 他说 我必须做我得做的事情 我们跟中国有巨大的赤字 我们必须对此做一些事情 川普说 习主席和我将一直是朋友 不管我们的贸易争端发生什么事情 川普还预测 两国将达成协议 川普还预言 中国将拆掉他的贸易壁垒 因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他说 官税将变得互惠 知智产权的协议将会达成 两国将有一个伟大的未来 美联社报道 蓬佩奥周三13日抵达韩国 向文在寅政府说明川金会的会谈结果 这是他今年4月就任国务卿以来 首次正式访问韩国 周四他将拜访韩国总统文在寅 之后出席美韩美日韩外长会谈 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停止美韩军演 蓬佩奥周三表示 川普与朝鲜党魁金正恩谈到这件事时 他就在现场 川普当时向金正恩非常清楚地表明 停止军演的条件是朝鲜继续进行有诚意的谈判 如果美国认为朝鲜不再有诚意 美韩联合军演将恢复 在川金会后的记者会上 川普宣布将停止美韩军演 理由是军演花费太大 而且在美朝正在积极谈判时 在进行军事威胁不可适宜 此前川普就一直认为 驻航美军和联合军演花费太多军费 此外 蓬佩奥周三也提到 美国希望朝鲜在2020年底前采取重大的弃核行动 他表示不会透露朝鲜无核化的具体时间表 但美方希望在川普第一个任期结束前 能够有重大的一步 另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蓬佩奥当时表示 有关朝鲜核武的谈判下 周英会迅速展开 且上述目标极有可能达成 蓬佩奥说 核武器重大裁减 我们对能在今后两年半内达成 充满信心 对此 华尔街日报对重大裁减的解读是 美国试图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内 解除朝鲜的核武装 另外 蓬佩奥的表态 显示美国此前提出的一篮子计划中 已经引入了朝方的分阶段契合的因素 川普在川金会后的记者会上也曾透露 无核化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不过 目前不知美方是否在朝方 所谓同步性原则上有所让步 朝方一直坚持每个契合阶段 都要得到相应补偿和安全保障 而美方则坚持朝方完成契合后 才予以补偿 据行媒透露 美方坚持签署美朝中战宣言的条件是 朝方将彻底 可验证 不可逆无核化写入川金会联合公报 承诺无核化实现 以及列出将销毁的核武器 核物质 核设施的明确清单 但朝方一直没有回应 导致美方已经准备好的美朝中战宣言 没有在川金会上演 另外 针对川金会的联合公报中 只有彻底无核化 没有写入彻底 可验证 不可逆无核化等字眼 蓬佩奥解释说 我向你们保证 彻底 即包含所有人关切的可认证性 没有人能不经认证就彻底达到非核化 他表示 金正恩明白 在任何与美国的协议中 无核化的承诺都将被深入核实 川普在川金会后的记者会上也表示 金正恩承诺将关闭导弹发动机实验场 我们将投入包括美国和国际社会在内的 众多人力检验朝鲜的无核化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美国总统川普于6月15日正式宣布 将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并表示若中共报复 将额外对其他商品征税 路透消息 川普政府的第二轮1000亿征试清单已接近完成 中共商务部已作出回应称 将与以同等规模报复 同时废除此前所有达成的贸易协议 在美国即将宣布 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 加征关税之际 路透社报道说 美国已即将拟定完成第二份 锁定价值1000亿美元进口商品的关税清单 三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 对路透社说 这份更大规模的关税清单 也将首先经过征求公众反应的程序 这意味至少仍需60天才能生效 其中一名接近商务部长罗斯的人表示 要锁定价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品就会触及消费品 为后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发表声明 具体阐述了对中国进口商品征税的细节 该征税产品的清单涵盖1102个项目 总价值大约500亿美元 声明还说 征税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对818个 总价值340亿美元的项目征税 征税时间是7月6日开始 第二步是对284个 总价值160亿美元的商品征税 这部分商品将接受公众审核 征税措施可能在稍后的日期生效 消息公布后 中共商务部回应称 中方将立即出台同等规模 同等力度的征税措施 双方此前磋商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同时失效 美方当初公布该500亿清单时 中方随即出台了同样价值的报复计划 准备针对美国大豆 飞机和汽车等商品征税 并声称只要美方启动征税计划 中方也立即报复 不过 中方周五并没有立即启动该报复征税计划 估计中方要么是还在犹豫 要么是需要对报复清单有所调整 据此前美媒消息 美方放声中心通讯的条件之一是 中方不再对美国农产品征税 上月中旬 中方已经终止了针对美国高粮的反倾销调查 路透社周五消息 美国政府已经接近完成 对价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的第二份清单 这份清单与500亿美元商品清单一样 都要征询公众意见和进行听证 可能需要60天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开始实施 美媒消息 除了周五要公布的针对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税清单外 川普政府已接近完成第二轮1000亿征税清单 路透社周五6月15日消息 美国准备当天宣布的500亿美元商品清单 只是川普实施大幅征税计划的一部分 报导引 为了尽可能减少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受到的冲击 第二份关税清单的对象将选择美国 能从其他国家获得的替代进口产品 川普总统已决定批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 输美商品加征25%的关税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办公室最早将于星期五公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说 中国会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星期五美国股指期货有所下跌 道琼斯期货下跌0.49% 标普期货下跌0.39% 川普周五15日宣布 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25%关税 以惩罚中共盗用知识产权 技术以及其他不公平的贸易政策 川普还警告 如果中共采取报复措施 对美国的农产品及其他产品征税 美国将征收额外的关税 数三位了解川普正式计划想法的消息人士透露 美国政府已经接近完成 对价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的第二份清单 这份清单与500亿美元商品清单一样 都要征询公众意见和进行听证 可能需要60天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开始实施 一位听取了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简报的人士 对路透露 罗斯表示 这份清单将把锁定个别商品类别中 主要针对中国供应在美国总进口 占比33%以下的商品 使美国更加容易从其他国家寻找替代产品 美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新闻官员 拒绝就这份关税清单计划置评 二届日报消息 川普政府周五将公布500亿美元中国产品 征税最终清单 该清单和最初公布的清单相比会有所调整 美方最初公布该清单时 中方随即出台了